女人是不管在任何眷 吃药又独立性 不管是孩子也好 还是父母也好 还是另一半也好 你和他们的关系是伙伴 说到西梦瑶 大家肯定不会陌生了 虽然只是身为一个超模 而且还在走秀的时候摔倒犯错 甚至引发了全网的义乐和嘲笑 但她却因为嫁给了赌王之子何游君 从此之后她的事业 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她的人生也算是走上了巅峰 都说一入豪门深思海 但是嫁入豪门的西梦瑶 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风光了 而且在结婚之后不久 西梦瑶就为何游君生下了一个儿子 还是家大业大的何家 第一个孙子呢 赌王何鸿燊的第一个长孙 因此西梦瑶的地位可以说是母嫔子贵 在和何游君的这段婚姻当中 西梦瑶也是掌握了话语权的 何游君虽然是出世豪门的公子哥 但是刚开始追求西梦瑶的时候 他平时的那一套却无法吸引到西梦瑶 不管是浪漫还是鲜花 何游君的这些套路 在西梦瑶的眼里看来 都是小孩子过家家而已 何游君还因此吐槽西梦瑶太难追了 娶个老婆也太难了吧 不过言语之中却满是对西梦瑶的疼爱和怜惜 让不少网友直呼 吃了好大一波狗粮啊 约单晚饭一直不肯 约了一个半月不肯 谁知道他想干什么 我心想说约个午饭比较好 对啊 喝多了怎么办 约了一个半月终于肯约一个午饭 然后就直接真的就是吃完午饭 我还以为是不是商场可以逛一逛啊 我还提早了一两个小时去那个商场去看了 但是还有个什么花冰场啊 有电影院啊 一道点 我要去工作 去告一证 西梦瑶加入豪门后 火速生下何家长子 被网友们调侃 代求嫁入豪门 也有网友认为 西梦瑶是用孩子逼婚何游君 毕竟赌王的家业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但是面对外界的依乐纷纷 何游君和西梦瑶并不在意 而是一心守护好自己的小家庭 代生下儿子之后呢 何游君和西梦瑶第一次感受到了 父母这两个字的重量 因为儿子的到来 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前段时间 西梦瑶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呢 西梦瑶的儿子正在拿着垃圾桶 玩头上套 把妈妈呀给气到不行 真是太可爱了 这也是赌王长孙的第一次露面 五官简直和赌王和鸿孙一模一样 不得不感叹 基因真是个神奇的东西 西梦瑶从最初的不愿意曝光孩子 到主动是儿子的视频 不知道西梦瑶是不是 有意带儿子进入娱乐圈呢 最开始的西梦瑶怕被拍到 带着儿子出行的时候 还发微博恳求那些媒体 把儿子的脸给披上 如今却是自己主动曝光孩子的长相 这样模棱两可的态度 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 如今西梦瑶已经怀上了二胎 谈到怀二胎的反应 对孩子有什么期待 西梦瑶也是说 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 这是每一个做父母 对孩子的期许 不过他表示多了 这个孩子家里会更加热闹了 虽然说三年爆两 并不在何游君和西梦瑶的 计划范围之内 不过 嫁不住何游君的妈妈 一直催生二胎 妈那天跟我讲的特搞笑的 你也知道我妈 其实很想我们早点生多一点的 实在嘛 生多一点听起来像猪老公 就是有多几个小孩吗 让他开心吗玩吗 你知道他用什么扯的理由 跟我说吗 因为隔三年才会 尽可能的不打架 我们还反手过来一个理论 隔三年 生肖不对 会对冲 兄弟姐妹感情不好 家庭不好 他说你这样隔三年 你说刚刚好 让你每一个生育姐妹 都不喜欢 对吧 What 自从西梦瑶生下 第一个儿子之后 何游君的妈妈 对于他简直是如真如宝 其实产检 都是婆婆亲自护送 虽然娱乐圈的舆论对习孟瑶并不是很友好 但日子是自己过的 不是给别人看的 只要自己过的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习孟瑶在怀生二胎之后 也没有安心在家待产 反而经常出去一些红毯活动 状态呢 看起来还不错 气质也非常好 以后就是幸福的一家四口了 很多人说习孟瑶嫁给何游君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却不知道何游君得到的一切 都是自己奋斗来的 他也没有外界传闻的 有无限的财产可以继承 在结婚之后何游君就和小淼坦白 以后的日子需要一起奋斗 而不是靠家里的钱过日子 也许就是这样习孟瑶才会义无反顾的嫁给何游君吧 只有夫妻一起打拼出来的东西才真实 也才有成就感 大家觉得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吧